Hello,大家看到Jerry是否以為又要介紹旅遊景點呢? 沒錯,我很喜歡旅行,同時也很喜歡美食 所以每次去到一個新的景點 我都會鑽洞鑽壓,尋找當地的美食 但是並不是每次想到就可以立刻飛去吃 幸好有位於尖東海旁的尖東美食里Alflexco Lane 佔盡廣闊迷人的維港景色 同時更加會聚多間各有特色的餐廳 絕對是香港飲食的全新地標 這次為大家介紹的這間餐廳 大家一定不會感到陌生 至於它改變了多少 就要等我現在找他們的大廚強哥 率先為大家報導一下有什麼新的東西 Hi,Jerry你好 Hello,強哥你好 坐吧 OK,Thank you 我知道你們的餐廳最近全新裝修過 而放在前面的就是你們烏魯烏魯烏的食物 我知道是今次七日環球美食盛典之類的推介菜式 有什麼不同的地方 它特別在呢 因為我們首先用了150日的谷子澳洲牛去做 另外我們用了一些Cajun Seasoning 醃了16個小時才去煮 就可以帶出肉的肉味 我自己都吃過很多的谷子牛 很多時候他們都會配紅酒喝 有沒有哪一種紅酒可以推介給大家 來的Wild of the Month 有一種叫Maxwell的Aller Sweet 它是Ciraz的紅酒 它果香很重 它有Fruity 還有有少許雲尼拉味 其實我覺得很配合 為什麼這次你們會選擇用醃的方式去煮牛扒呢 我們想做一個很特別的煮的方法 這個叫做Bracken的方法 就是可以令牛扒很香 首先加上我們有一個很特別的爐 是一個很高溫的煮牛扒 其實它有三合一的爐 有Chargo Gill, Salamander 還有一個焗爐,合二為一 開到最盡的時候 可以去到1800度華氏的爐溫去煮牛扒 在這麼高溫的情況下 基本上肉放下去 一會兒就會脆掉了 還有可以令肉汁轉化為煙 煮牛扒滲到牛扒裡面 你聞它的時候有煙燻的味道 現場聞都聞到很香的味道 事不宜遲 我們馬上嘗嘗 今天非常高興 阿強哥為我們介紹了這麼多美食推介 現在我們繼續享受美酒皆餓 下次大家來到餐廳 一定要點Vulu Mulu Steak 嘗嘗 乾杯 Alflex Colling的七日環球美食盛典之旅 會直至10月31日 大家記得拿回環球美食護照 裡面除了有不同的餐廳介紹 還可以給大家償印仔 換取豐富的餐飲禮犬 還等啊 立即來Alflex Colling 和Jerry一起以味淚環遊世界啦 We'll see you next time we get our winner we reach back to that we leave you next time you our new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